据彭博新闻社3月15日的报道 四名知情人士指出 拜登总统即将宣布1993年 迄今最大规模的联邦增税政策 内容包括推翻前总统特朗普 于2017年推出的税改 公司税税率从21%调高至28% 对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者增税 年收入破百万者则加征资本利得税 增加的税收将作为基础建设 对抗气候变迁及教育等项目的政府支出 智库机构税务政策研究中心估计 拜登的加税计划渴望在10年间 创造2兆1000亿美元新税收 莫德纳药厂16日宣布 采用mRNA技术生产的儿童版新冠疫苗 已有第一批临床试验志愿者接种 莫德纳表示 计划在美国加拿大募集年龄 在6个月以上12岁以下 总共大约6750名儿童参加疫苗试验 加州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 3月15日携手洛杉矶县政府 卫生部门及医疗机构 就洛县进一步安全重启召开会议 向民众解析各行业重开标准及疫苗接种情况 洛县第二区监视霍利·米切尔首先发言 他指出南加州疫情持续好转 15日洛县的重启开放进入了红色等级 健身房 餐厅 电影院 博物馆将有限度地开放室内业务 这标志着洛县抗击新冠疫情的里程碑 人们向重新恢复常态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他还介绍了向洛县小企业提供的一些资源 包括工资补贴 税收优惠 为100人或以下的企业免费30天防护设备供应 面向小企业贷款额度5万美元至300万美元不等的贷款项目 帮助他们持续营业 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局卫生官员萌图戴维斯博士 提供了新冠疫情的重要更新 包括在今天生效的卫生官员令 他详细介绍了洛县餐厅 健身房 博物馆等领域重开的限定条件 餐厅 博物馆 动物园和海洋馆 室内客人的数量限制为最大客流量的25% 健身房 瑜伽中心和舞蹈室最多接纳原有客容量的10% 且所有的室内活动均要求佩戴口罩 电影院室内最多只能容纳25%的人 并且只有预定的座位 非家庭成员要保持至少6英尺的社交距离 零售和个人护理服务在任何时候以及所有服务中都需要佩戴口罩 客流量最大增至50% 室内购物场所在公共区域保持关闭的情况下 将最大占有率提高到50% 美食广场则按照餐厅规定进行室内用餐时最多可容纳25% 允许按照加州与洛杉矶县的防疫指导 恢复7-12年级学生的面授课程 高校可参照修改后的防疫规定恢复允许的活动 宿舍防疫要求以春季学期为准 对于私人聚会 洛杉矶县允许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的三个不同家庭的成员 最多15人在室内聚会 但不能在室内饮食 完成了疫苗接种的民众 可以和其他完成了疫苗接种的人在室内聚会 不必戴口罩或保持社交距离 但人员数量要少 戴维斯博士还敦促民众继续保持警惕 做好防护 哈勃UCLA医疗卫生患者服务部 萨拉·洛佩茨博士在讲话中 首先通过自己的故事分享了接种疫苗的益处及必要性 随后他也讲解了市场上疫苗的种类 及成分组成 他特别强调 目前美国的三种疫苗 无论是辉瑞莫德纳还是强生疫苗 都是100%有效防止重症或死亡 也没有人因为接种疫苗而死亡 此外他也劝导民众积极接种疫苗 让社区更安全 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 实现全民免疫要历经59个月直至2025年 但如果75%的民众接种了疫苗 6月份就可以实现全民免疫 最后圣约翰健康儿童与家庭中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吉姆曼吉亚 介绍了其机构帮助民众分发接种疫苗的情况 他表示 圣约翰健康儿童与家庭中心已经提供了超过8万剂的疫苗 95%给少数族裔群体 现在 每周可为超过2.5万名民众提供疫苗 并且在小学大学公民中心设立了疫苗接种点 建立了一些基础设施 为洛县特别是南洛杉矶地区的民众提供疫苗注射 他也希望随着疫情风险的降低以及疫苗供给的增多 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实现群体免疫 让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回归正轨 据朝中社16日报道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15日强烈批评韩国和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并表示 如果南方继续采取否定对话的敌对行为 朝方将不会再与南方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与交流 朝方将不得不考虑整顿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 以及废除金刚山国际旅游局等与南方对话相关机构 此外 若南方做出更加挑衅的行为 朝方还计划废止双方签署的军事领域协议 他还警告美国新政府不要盲目行事制造麻烦